哈喽大家好,我是RT 又到了我们的篮球动画考古实践 是的,这个系列会一年一年的往回考察 以前究竟有哪些可以增进功力的武学秘籍 如果考察到了大篮球时代的黄金时期 可能一年十大就会变成几个月里的十大秘籍 不过这个2018的强作真的是没几步呢 那么我们就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正题 如果觉得这类影片还不错的话 欢迎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当然也可以加入会员每个月赞助RT多喝两杯饮料 不补闹,先加入会员太麻烦的话 也可以直接点击超级感谢斗内给我哟 首先第一步就是由兔子走路他同事 安特基努子只做的 即使如此也要打篮球二代 改编至他们自家公司的游戏 故事讲述有那么一对自以为恩爱的夫妻 像这种夫妻在咱们的理事界 就是专门用来切磋无意的最佳对手 因此作为体育老师的女主角 自然是在出差的时候 好好地跟她的学生修炼传说中的干柴烈火上 以及全世界威力无人能比的铁山靠 殊不知这个学生只是个要因 真正的大魔头是这位一脸魔头样的火攻头驼 他拍到了女主角跟学生练习纯语的照片 并以此威胁女主角跟她切磋无意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大家都知道了 作为七星种转身到现代的火攻头驼 用传说中的倚天剑将女主角痛编了300亿吨 殊不知就在这个时候 她的学生担心没来学校的老师就这么来到这里加入闪人大乱战的战局 平时都要拯救她的老师与水深火热之重 只有老公一人在家傻傻地看照片 除了之在影片的最后 老公跟好友上山千姓小姐何久就这么被迷魂过去 后来就是2019年的故事了 本作在剧情与妹子设定上都还蛮优秀的 无她场面也是相当够用 唯一的诟病就是火攻头驼长得实在是跟骑行种一模一样 让人看了有点反胃 再来是魅力剑制作的都市传说系列五六集 这个系列总共有六集 个人觉得最猛的还是2016的八尺大人那一集 这么八尺大人真的是日本最经典的篮球国手级妖怪 不管谁来做他的动画都能做得非常实用 真的是传说中的篮球大宗师 而他的第五集是跟上时代的VR游戏 不过却是像真子那样受诅咒的VR游戏 有个法师一直缠着他疯狂的打篮球 根本就是大家当年看刀剑神域的时候最想看到的剧情 殊不知就当男主登出游戏之后发现 那个妖怪还真的就是进化版的真子啊 原来他已经从录影带跑到网路线去 只好再狠狠地教训他一顿 不要随便跑进别人的VR游戏里 而他的第六集就是全员大集合 不过我认为还是只有八尺大人能打而已 本桌的战斗场面虽然只有堪用的登机 但是题材倒是还蛮有趣的 只冲着八尺大人基本上就已经足够了 那么让我为你介绍本次的赞助厂商 这门篮球游戏界之王Aerolips平台的应境物语 又来与我们共同切磋篮球奥义 这是一款融合神话童话传说历史等丰富元素 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角色 每个都能给我们来场淋漓尽致的篮球盛会 尤其是打篮球就是要会动彩叫打篮球 全动态的演出加上声优的配音 那才叫做真正的一对一斗牛啊 而且这款是只有咱们Aerolips才有上市的游戏 现在迎来了1.5周年的新活动 从6月5号到6月19号 有着大量丰富好礼回馈众魔王大人 光是活动期间登陆就是用310抽 让你抽到不止手软脚也软 还有全新的新手奖励机制 绝对让刚入看的你跟你弟弟 天天都喜极而泣 甚至他还有游戏赖贴图可以陪我们聊天 如此丰富又佛心的大活动 肯定是不容错过的对吧 干净下载阴京物语 让我们一起成为篮球王 接下来是兔子走路 with雷火箭制作的 最喜欢妈妈了一二集 改编自PESCADURE的CGX图漫画 那个CG的品质也是相当优秀 而他的故事是在说 男主角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食堂 那天两人一起在房间玩耍 他的食堂居然说 要帮他找超级好玩的游戏 就在这个时候 地方妈妈跑出来叫风去补习 殊不知因为明天不用上课 风居然叫他的食堂住下来 想不到那天 硬朗入室的竟是他自己 他万万没想到之后 会跟他的食堂亲上家亲 以后到底是要教他爸爸还是朋友呢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大家都知道了 食堂爸爸趁着各种空档 帮他的好朋友风 都跟他那个烟打水的老家 这是从未见过如此贴心的好友 第二集则是又换了一个故事 本作的男主角对表弟的妈妈有好感 因此自愿到他们家当家教 协助教育他那个整天打电动 不成器的表弟 后来自然是当上了他名义上的爹 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本作两集的剧情都还算有点意思 就是那个作画品质可能是兔子走路里面倒数前几名的 很明显的能够感受到差距的那种 接下来是粉红凤梨的年度最强作 这个第二集堪称系列座里面最强最好用的一期 全片长达30分钟可谓是站好站满 而他的故事一开始就是来到新村庄的牛肉丸 作为柯南俄人组的两位来到这里 这个村庄肯定是要大难临头了 刚好这里有传说中的平家大佬作证 他带来的蛇药堪称本系列座里面最能打的 真的是以一挡摆完全没人是他的对手 尤其是那个西川阴丝流的战斗场面 在这里可说是展现的淋漓尽致 就连地上摩擦的绝技他都有 可惜的是在场的各位都是中了无限阅读 自己在跟幻觉打篮球的冥想训练 有趣的是咱们蛇妖还可以一蛇二吃 一个是幻觉中的完美形象 一个是现实中的怒骂凶悍形象 让来打球的各位都能够有更加多元的体验 做实相当厉害 可惜的是蛇妖只有半级的时间 后面的牛鬼就相形建出了一点 不过整体看下来还是非常好用的一集 粉红凤梨里面数一数二的神作 然后还是粉红凤梨制作的 雅普利学园第二集 这个颜值运系列也是一个老系列 到了这里也差不多到了维生 他的故事是在说主角有一个超级APP 只要使用这个APP就可以到处跟路人 无条件的打篮球 没错就算没有篮框也能够打篮球的那种 有趣的是这个APP还能够帮主角试破女扮男装的间谍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大家都知道了 咱们的男主再次的教育这位同学 和为打篮球的美好与友谊身体健康 简单来说 这部作品全长30分钟 都是在看主角拿着APP到处见人就打的 将篮球发扬光大的戏码 李世界就是太多这种为篮球着想的伟人 才会让篮球变成李世界的国民运动啊 不得不说本作的人物设计也是还算不错 虽然战斗场面稍嫌不足了一点 但是丰富的蓝色还是多少弥补了一些 再来就是传说中的欢迎来到妖精之深第一集 流星们的兔子走路为雷火箭制作 如此鼎鼎大名的神作 应该是不用我再多费唇舌 简单来说就是濒临绝种的妖精村庄 为了拯救妖精村庄 只好从现代召唤男主角来拯救他们 没错我们就是那个救世主来者 再加上精湛的动作场面以及多到炸裂的各式人物设计 这是什么都有一应俱全 就连游戏里的插图设计也都是一等一的存在 毕竟都是对魔人大人魁者设计的嘛 经典神作不用多说 那是兔子走路的一母姐妹花一二集 故事养述主角小公龙在学校的存在感极低 但是这都不打劲 因为他跟三位貌美如花的母女住在一起 这三位是主角他爸在婚后搬过来一起住的 根本上辈子不知道烧了什么好香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大家都知道了 男主知道姐妹的各种秘密 例如妹妹是传说中的隐藏阿宅 小公龙便借此强迫妹妹跟自己打篮球 想要让不常晒太阳的妹妹好好的走出户外 体验一下阳光般的生活 如此贴心的好哥哥 我们都错怪他了吗 而另一位姐姐则是著名的派对咖 整天都在夜店里面胡搞瞎搞 因此主角只好借此强迫姐姐跟自己打篮球 想要让整天熬夜的姐姐好好的重整日常作息 体验一下照睡早起的生活 如此贴心的好弟弟 我们又错怪他了吗 不过不得不说 有在外面混的姐姐战斗力 还是比足不足够的妹妹要强上许多的 不过这都比不上咱们曹贼最喜欢的地方妈妈 结合了潮世中庆会 第二集帮助妈妈走出阴霾的桥段 堪称本作最干人 最后的四人打麻将也是花里胡哨 相当优秀的一部作品 接下来是里蓝球岛一二集 由专门兔子走路with雷火箭制作 这个系列作也是一个错终复杂的藏片 要想搞清楚来龙去脉的还是去玩游戏比较清楚 而他的故事是在说 有一群人不小心来到了篮球岛 在这座篮球岛上流行着一种可怕的病毒 只要几天不打篮球 那个人就会全身进脉爆裂额王 非常的可怕 因此咱们的男主只好每天都跟四位妹子 痛痛快快的打好几场篮球 毕竟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啊 开头就有好几个人已经示范过 没打篮球会死得多么凄惨 身为男主怎么能够不帮大家的忙呢 而且剧情中还混杂了以前男主跟众妹子的爱恨情仇 诸如以前怎么霸凌男主的几位妹子 现在男主反而以得抱怨叫他们打篮球 让他们是感动的都想要一生相许啊 本作就是看男主如何拯救世界普度众生 尤其是老师罪死能打 可惜的是老师的气氛太少了 相当实用的一部作品 然后是梅里剑的金响恋第一话 故事讲述 咱们的男主非常钦佩 传说中合计到了扛把子 因此每天都在努力锻炼自己的武艺 就是想要更加的接近武林盟主一点 但是男主不管怎么努力修炼 却始终追不上强大的学姐 因此男主想到了一个妙计 合计到打不赢学姐 我不会跟她打篮球吗 就这样 男主总算在一个领域上击败了学姐 成功保得没人归 本作不管是画风还是作画都相当为美 看这梅里剑名列前茅的几部作品 看腻了打打杀杀的重口味 可以来看看这部唯唇爱的剧场 别有一番风味 最后就是粉红凤梨制作的唇爱剧场 在雷火箭的加持下 让它成为粉红凤梨的上乘之作 故事讲述主角 宗安宗智郎 正在陶一家乐馆丛名底下担任第一大弟子 努力专研陶一出头天 说不知就在那一天 一位女孩儿来到了这里 做大学的民俗考察报告 而这里还住着其他的女孩儿 诸如陶一师傅的女儿 乡下的名门大小姐 同时也是主角的青梅竹马 还有自称三神的小狐狸小姐 那个战斗力是从十万到五十三万 应有尽有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大家又知道了 男主在这里同时跟四位妹子 私定终身 从此过着幸福无比的快乐生活 虽然战斗场面可能稍微差了一点点 但是长达三十分钟的剧情 加上各式各样的妹子们 那是让人意犹未尽 各取所需相当厉害 那么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 如果觉得这里的影片不错 又或者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加入会员 欢迎超级感谢支持一波哟 我是RT 蛇妖真的是有够强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